欢迎大家收看娱乐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细细里沉佳佳减肥减过火 金箭头大声系 面容憔悴惹网民忧心 没以前好看 黄欣尹回顾2023年 晒与妮蒙恩爱照 一曝光大家解心恋情 黄欣美曾离婚恋 薛指轮大载 新竹风太强 白鞍差点被吹倒 惊险画面全曝光 恭喜 林志义复合前妻赵永华 高调求婚闪报了 新竹名产无误 白鞍不敌强风2024 励志增重 请大家收看 细细力 陈佳佳减肥减过火 金箭头大声系 面容憔悴 惹网民忧心 没以前好看 新岛日报 38岁的陈佳佳小宝 因为成功减肥 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她在去年开始减肥 从289磅 成功减至176磅 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成绩 她的减肥成果 包括变得更加纤细的腿部和腰部 以及重新显现的锁骨 然而 她似乎遇到了瓶颈期 面部瘦身进展缓慢 还需要继续努力 陈佳佳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胖胖的身材 她在小学六年级时 就已经有170斤的体重 最高峰时 她的体重甚至达到了260斤 她减肥的人因不仅仅是为了外貌 还有童年时的一些阴影 比如她在泰国玩机动游戏时 需要两个人帮她扣安全带 而且还会感到不适 她希望减肥后能够再次体验到 这些活动的乐趣 虽然陈佳佳的减肥成果令人称赞 但是她的脸部仍然有肉 头部和身体的比例也不太匹配 不少网友对她的瘦身效果表示不满 认为她瘦了之后 看起来没有以前漂亮 然而 陈佳佳对于自己的减肥成果非常自信 她不介意暂时的不完美 只希望能够保持健康和自信 总的来说 陈佳佳的减肥故事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尽管她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但仍面临一些挑战 她的经历鼓励了许多人努力减肥 同时也提醒大家在追求完美外貌的同时 要保持健康和自信 黄欣颖回顾2023年 善于尼蒙恩爱照 以曝光大家解心恋情 黄欣美曾离婚恋 薛指轮大载 新岛日报 黄欣颖在2023年发生了许多事情 其中最令她开心的 是与比她大14岁的 Rubber Band鼓手尼蒙结婚 然而 她也有遗憾的事情发生 她的75岁中医父亲黄佩玲上个月去世 黄欣颖在IG上分享了许多2023年的照片 包括与父亲的合照和与尼蒙旅行的照片 但最引起网民关注的 是她疑似曝光了大姐黄欣美的新恋情 黄欣颖回顾2023年的照片中 除了婚礼照片和与父母的合照外 还有她与尼蒙的结婚照和旅行的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中 黄欣颖和尼蒙紧紧拥抱 非常甜蜜 然而 在旅行照片中 除了黄欣颖和尼蒙的亲密照外 黄欣美身旁还有一位男子 引起了网民的揣测 猜测她可能是黄欣美的新男友 黄欣美一直是一位出色的主持人 是许多活动的抢手货 然而 有传闻说黄欣美被妹妹黄欣颖和许志安的 桃色新闻影响 工作大幅减少 豪门梦也破灭了 黄欣美曾与大富豪马清伟的儿子 Justin 马贵峰发展子弟恋 但最终分手 黄欣美至今仍未再婚 总之 黄欣颖在2023年经历了许多事情 包括与尼蒙的婚姻和父亲的离世 她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了许多照片 其中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和揣测 猜测黄欣美可能有新恋情 黄欣美也因为黄欣颖的桃色新闻而受到影响 工作减少 豪门梦也破灭了 新竹风太强 白安差点被吹倒 惊险画面全曝光 自由时报 白安在新竹跨年演唱会上 因为强风险些被吹倒 中断了演出 她事后开玩笑说要增重 以免再被风吹倒 恭喜 林志义复合前妻赵永华 高调求婚闪报了 自由时报 林志义昨晚在淡水参加跨年演唱会 与赵永华合唱了求婚 引起了观众的尖叫 林志义随后澄清与赵永华没有真的结婚 赵永华也与正宜合唱了经典名歌 让我们看云去 表示这首歌帮助他走出了忧郁症 主持人黄邓辉趁机向赵永华告白 并请教了他的保养秘密 新竹名产无误 白安不敌强风2024励志增重 自由时报 白安在新竹跨年演唱过程中遭遇强风吹歪 被网友笑称遇到了新竹的名产 白安自己也觉得这次经历太新鲜 想说2024年要增重 不可以输给风 他还希望在新的一年中多写歌 顺利发表新专辑 并希望能去冰岛看极光 或是去夏威夷晒黑 日本NHK红白现场直播 被抓包作假疑点重重 自由时报 这段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质疑 认为NHK在节目制作上存在疑点 有人指出 节目中明明出现了两次失败的情况 但NHK却没有重新开始挑战 最终却宣布挑战成功 还有人猜测 NHK可能是为了让韩团 在红白歌会上有亮眼表现 而故意编排了这样的情节 而一些日本网友也对NHK的处理方式表示不满 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对此 NHK方面尚未回应 而Seventeen的粉丝则表示 无论挑战是否成功 他们都为崔翰的努力和表现感到骄傲 不过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对红白歌会制作的质疑 一些网友认为NHK应该更加公正和客观地处理节目 并避免出现类似的疑点 卡丽怪妞 跨年甜罕台南 暴病上台大赞台湾医疗 很厉害 自由时报 日本流行教主卡丽怪妞在台湾举办演唱会 吸引了10万人到场观看 她化身粉色公主 在演唱元素 一摇会时要求观众打开手机灯 营造出震撼的灯喊效果 虽然卡丽怪妞前两天发烧 但她在台湾就医后身体好转 如期上台表演 展现了她的敬业精神 广莫两子扶正小王名厨鸟语周作 元旦惊报将再婚 自由时报 日本女星广莫两子和米其林名厨鸟语周作 因出轨而离婚 但最近有消息称 两人可能在今年夏天再婚 广莫两子对鸟语周作的爱非常深 希望能够和她结婚 鸟语周作在离婚后 搬到了长野县小谷村 开了一家餐厅 对于离婚传闻 她只表示这是私人的事情 不便多说 两人的孩子抚养权规前妻 他们将各自走各自的路 顺书成全离世 旅渭 TVB立功 接载记者留守灾场 拍下618大雨灾山泥清泻独家画面 新岛日报 香港著名演员陈泉 陈泉 陈泉 因病去世 享年90岁 陈泉在经典的电视剧 《香港八一》系列中饰演顺书 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经典角色 陈泉曾为TVB立下许多功劳 其中包括在1972年618大雨灾中 拍摄到 关塘基辽喜至区山泥清泻的独家画面 他的离世 让人回忆起了他在《香港八一》系列中 与梁宝珍饰演的顺嫂一起的经典桥段 以及他在佳记会广告中的出色表演 陈泉的演艺事业并非一开始就与《香港八一》系列相关 他最初是一名外景客户车公司的老板 后来误打误撞进入演艺圈 并成为了广播道租车服务的巨头 他的客串角色 顺书在剧中与顺嫂一起出演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成为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陈泉还曾在TVB拍摄《嘉辩》和《龙虎报》等剧集 陈泉在1972年的618大雨灾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他驾车载着电视台的新闻记者 前往关塘基辽喜至区采访 意外间拍摄到了山泥清泻的画面 这段新闻片段 成为了TVB的独家所有 震撼了观众 此外 陈泉还因出演《嘉辑会》的广告 而广为人知 其中最著名的是1975年的《两个构善术》 这个广告片段 在当时深深植入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陈泉的离世 让人怀念起 他在香港八一系列中的经典角色《顺书》 以及他在广告中的出色表演 他的演艺事业虽然起不较晚 但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他的离世让人感到惋惜 但他的作品将永远留在观众的心中 孟耿卢轻晒全家福照 黄子角元旦露脸 自由时报 一人孟耿卢在新年元旦凌晨 发布了一张全家福照片 照片中也有他的丈夫黄子角 黄子角在过去一年 因为被曝性骚扰事件 而一度离开演艺圈 但现在看起来情绪很好 孟耿卢在发文中祝福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并表示自己很满足和知足 顺书陈全离世 曾于加拿大大宅 接受肥姐访问 畅谈移民后生活 爱上园艺有水 新岛日报 香港演员陈全 因在TVB经典剧集香港八一系列中 饰演顺书 而广为人知 他在31日离世 享年90岁 陈全早年为子女移民加拿大 他在一次接受采访中透露 移民后的生活充实而愉快 他有更多私人时间 学习电脑 开车到处游玩 并且热衷援艺 尽管移民后 他与好友们的相聚次数减少 但他仍定期回港探望朋友 然而 年势已高的朋友们相继离世 给他带来悲伤 陈全是TVB的一名演员和导演 他在演艺界有着较长的历史 他曾在TVB担任外警车司机 后来开始参演电视剧 他的代表作是香港八一系列中的顺书一角 与顺嫂梁宝珍搭档成为了经典 陈全还拍摄过佳集会广告 其中一幕 他向镜头伸出两只手指的画面 成为了经典镜头 陈全的离世令许多观众感到惋惜 他在剧中的形象深入人心 他的离世也提醒人们 珍惜和身边的好友相聚的机会 因为岁月不等人 陈全的离世 也是香港演艺界的一大损失 他为观众带来了许多难忘的角色 和精彩的演出 顺书陈全离世 爱扎车混熟圈内人包揽电视台 外景车生意 被封交通巨子广播道便陈全道 新岛日报 香港演员陈全因在经典处境剧 香港八一系列中饰演顺书一角 而为人所熟知 他是70、80年代的影视界常客 作品包括家电、香港风情画 和奇蒙尿季舞复兴等 陈全于90岁离世 他的女儿通过短信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 陈全本身是外景客户车公司的老板 因为经常接在艺人出入 与娱乐圈有着广泛的联系 最终他自己也投身目前 成为了经典人物 陈全的离世引起了人们对他在香港八一系列中的角色的回忆 他饰演的顺书和顺嫂梁宝珍是许多人童年时光的回忆 陈全起初是一名外景车司机 后来因为自己的车辆资源 而与电视台和电影公司建立了联系 他甚至被封为广播道交通剧子 因为他的车辆在广播道上常常占据一席之地 作为全通车的老板 陈全不仅提供租车和司机服务 还积极参与电视剧拍摄 他会亲自接在演员和剧组成员 还会帮助TVB找外景场地 他的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使他成为TVB剧组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陈全的离世让人惋惜 但他留下的回忆和他在娱乐圈中的贡献 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五月天打造时光机跨年 带2.5万粉丝回到那一天 自由时报 五月天在台中举办了他们的25周年巡回演唱会 这也是全新巡演的首战 演唱会吸引了15万人观看 门票推估总价值达3.8亿元 这次演唱会采用了全新的舞台和视觉效果 总成本达6.5亿元 演唱会的主舞台上有一个巨大的LED球形的天爱有天时光机 另外还有五颗漂浮的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球 让演出更加绚丽多彩 此外 五月天的师弟Energy也在演唱会中亮相 给粉丝们带来了惊喜 演唱会的主题是希望带领观众回到他们生命中最想回去的那一天 用魔法带大家回去那一天 演唱会的歌单集结了五月天从首张专辑到最新专辑的代表歌曲 真实地展现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五月天的观念 演唱会开场的影片中 五月天乘坐着由马莎担任机长驾驶的25豪华客机隆重出场 象征着他们即将迎来25周年 演唱会中 五月天团圆穿着全新款服饰出场 并采用了特殊规格的LED显示屏幕和灯光结构 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震撼 演唱会最后 在跨年时刻 五月天和观众一起倒数迎接新的一年 并放烟火 《斗力火车》桃园开场标横曲《叮当火辣》献唱 自由时报 昨天 2024桃园新继承Startup和2024大新竹跨年公益演唱会 在高铁桃园站和新竹举行 《斗力火车》和《叮当》等嘉宾献唱了多首经典歌曲 炒热了气氛 安心亚以火辣的造型唱跳近20分钟 而艾薇则连续在新竹、台中和一栏进行三场演出 表示非常开心能与观众一起跨年 感到非常幸福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